但是目前我们大学呢 我们各大学居然还有超过半数的学校 我们住校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障 被减薪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劳保 遇到执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都是我们现在大学的现况 而好多我们一教育部呢 好像今年8月9月的时候好像要退让了 好像说教学助理要以劳固行为主了 但是呢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教育部有任何的作为 还是放任教教学助理呢 持续地在学校招受博学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呼吁教育部 如果你真的要声称教学助理是以劳固行为主的话 那就不要再以大学自治为由 不要再以学习关系为这种的借口 就立即的发公文给各个学校 要求立即的承认教学助理的劳固关系 我们来喊个口号 助教制劳工 助教制劳工 教育部拽动 助教制劳工 助教制劳工 教育部拽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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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部拽动